多謝大家,現在我們開始開會 歡迎各位委員及政府部門的代表出席本次的葵青區防火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感謝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委任本人為葵青防火委員會主席 並期望與各位委員在推廣葵青區防火工作上通力合作 首先歡迎葵青民政事務處專員鄧顯權太平新市 消防處西南區指揮官姜榮昌先生 出席我們今天的會議 並同時歡迎各位政府部門的代表 葵青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鄭重恩女士 葵青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陳健敏女士 消防處處理南區消防區區長趙紫宏先生 消防處清衣消防局局長謝作為先生 消防處助理消防區長謝浩輝先生 屬次郭新聞論文文公ョ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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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 調查яли起來 cracked 생각이才可以 chị嚟iver her soon 謙虎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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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莛指的 lawvers report 月文傑先生 教育局學校發展主任陳志聰 房屋處屋宇裝備工程師尚葵聰江仁基 機電工程處高級工程師 氣體及石油供應林斌 香港警務處葵青警區警民關係組社區聯絡主任吳國傑警長 及防火會秘書葵青民政事務聯絡主任李心裕女士 謝謝 秘書處在會議前收到委員請假 請大家讀一下 李朝波先生 陳愛兒議員 簡昌國先生 現在請葵青民政事務專員鄧顯權 太平紳士為我們支持 王晉輝主席姜Sir 各位委員 各位政府的同僚大家好 今天都有些雨 現時警察和消防的同事 在外面葵青區都有些少少的殺人傾瀉 都在做事 所以黑氣說話 黑氣說話就少說 首先感謝王晉輝主席 翁彥寧副主席 還有25名委員 其中12位是來自上屆留任的委員 而13位是今屆新加入的委員 包括王晉輝主席 朱麗寧議員 林翠玲議員 陳愛兒議員 劉美露議員 蘇柏燦議員 余紹平女士 李偉飛先生 李朝波先生 林家燕女士 林冠東先生 曾祥佳先生 和謝偉雄博士 歡迎大家加入葵青的防火會 也感謝留任委員 繼續推動葵青區防火的工作 作為地區的重要持份者 三會委員在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 和區議會地方選區選舉中 不僅有權提名候選人 也有權在上述兩個選舉中投票 責任非常之重大 今屆的防火會是完善地區治理後的新一屆 我深盼葵青區議會、關愛隊和三會 能夠在區內互相合作協調 從而發揮協同的效應 一起服務社區和做好地區治理的工作 防火也是日常地區工作重要的一環 所以葵青防火會的宣傳活動 其實一直都很受市民歡迎 如果大家記得上屆一年任期 葵青防火會順利都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 包括參觀機場消防局 參觀機場消防局值得提提 因為上年搞這個活動 我們是第一區會去到機場去看 最新的消防設施 大家可能都會有疑惑 為什麼會走到那麼遠去看 不是我們自己區的東西呢 原因可以解釋給大家 除了打卡之外 主要原因是因為 都很想在防火會那裡 讓大家知道 其實當香港很多時候政府部門 又或者是前世紀律部隊 他們很多時候為什麼需要一些最新的資源 最新的資訊 去緊貼回整個 我們香港作為 國際的金融中心也好 航運中心的一些要求 舉個例子 上次去機場消防局 如果大家有參與的話 記得都說得很清楚 其實現在 未來兩年機場內 很多新的發展 但是國際間的要求會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消防同事 要在兩分鐘之內 基本上是可以去到機場的任何一個角落 去做相關的救火救援工作 這個就是國際要求 大家記得就是機場去到現在為止 今年都將會是 貨運量 我們是全世界第一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到 我們在航班上 其實那個頻繁程度有多大 那這些都是 我們希望透過一些防火會的宣傳 或者一些活動 希望大家看到當中 講得白點就是 我們的政府很多同事的時候 他那個艱辛的程度 是在哪裡 還有為什麼他需要大家的資源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幫到手 就是出去很多時候 就著我們的工作可以做到一些解說 好 上年亦都有成功搞的比賽 包括親子填飾比賽 參觀消防和救護教育中心企寶物館 和防火嘉年華契清衣消防局開放日 上述的活動其實與眾同樂之餘 亦都有助提高市民的防火意識 另一方面 攜清區消防及救護青年團即將會成立 團員將會參與消防處籌劃的 一系列培訓和學習活動 當中包括基礎的滅火救援技巧訓練 和消防安全教育 消防安全關係整個社區的福祉 我樂見攜清區有更多團體和組織 協助推廣消防安全文化 期望多方合作為居民的安居樂業而努力 我相信憑著一進委員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 各位一定能夠進一步推進葵清區的防火工作 我期待新一屆的防火會 在黃俊輝主席和翁彥寧副主席的領導之下 能夠引領區內的學校、非政府機構、居民組織、 政府部門和消防安全大使之間緊密合作 繼續推動區內人士積極參與防火宣傳活動 廣泛推廣防火的信息 繼而建立一個更加安全和美好的社區 葵清文政事務處將會一如既往 全力支持和協助葵清防火會的運作 我再次多謝各位參與葵清區的防火事務 並預祝今屆的防火會工作順利 多謝各位 多謝鄧專員 現在請消防署西南指揮官 姜榮昌先生支持 謝謝王主席 鄧專員 王主席 翁副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政府的同事 大家好 我第一次很高興 今天出席這個會議 今天除了我代表消防署之外 我也代表熱愛這個社區的其養之一份子 是出席這個會議的 過去一個月 香港發生了兩宗火災 引起市民的高度關注 今天我們在這裡的使命 就是為本區的消防安全 共同努力 一直以來 葵清區防火委員會 都非常重視區裡面的防火安全的事業 各項防火的事項 委員除了經常舉辦多元化的活動之外 鼓勵區裡面的市民去參加防火的工作 更加重要的就是 主席和該委員掌握葵清區的社區密博 憑著他們不時向消防署提供的意見 才能夠讓消防署有效制定防火的政策 令防火的工作時半公佩 作為西南區的指揮官 我衷心地多謝各位 另外我想值此機會 和大家講一下葵清區的一些挑戰 和介紹一下消防署西南區未來的工作的展望 眾所周知 葵清區是香港最早發展的新市鎮之一 根據屋宇署公開的資料顯示 在葵清區裡面 如果超過五十年樓齡的私人大廈 都有兩成大約八十棟 而這個工業樓宇都有六十幾棟 葵清區的人口有四十九萬 而超過六十五歲的人只有兩成四 其實這個數字說什麼呢 除了說我們這個社區的人口結構之外 也凸顯了我們制定防火政策的關鍵元素 在葵清區主要防火的隱患 就是人口老化 在往後的日子 而我們希望針對本區的消防安全的隱患 對本區的長者更加多的關懷 特別是一些獨居的長者 我們希望透過運用社會的資源 發揮一個協同效應 幫助區裡面的長者 提升他們應急的準備 例如我們希望做一些家居的消防安全探訪 為一些山毛大廈拍一些獨立火警偵測器 滅火筒等等 當然我們還有一個打鐵襯烈 就是每當發生一些比較社會關注的火警之後 我們當區的消防局 就會製作一些針對性的消防安全的教育短片 趁居民記憶猶新的時候 推廣消防安全的教育 提升他們的消防意識 日後我更加打算和地區的關愛隊 以及其他的地區社團合作 一起攜手向區內的市民 去推廣消防安全的知識 最後我盼望委員會繼續和我們 保持一個密切的聯繫 共同推動區內的防火安全的工作 令到葵青區的市民安居樂業 多謝大家 好 多謝姜Sir 現在進行議程的第一項 請專員幫我們頒發委任證書 好 多謝 好 多謝 現在是頒發委任證書的時間 請大家留意以下安排 我會逐一宣讀委員的名字 當聽到自己名字的時候 請來到主席台為止 接受委任證書 以及與葵青民政事務專員拍攝合照 首先有請葵青民政事務專員 鄧顯權太平紳士 為我們頒發2024至26年度 葵青區防火委員會證書 有請黃俊輝主席接受 好 請黃主席移步到旁聽席就座 繼續有請翁彥寧副主席接受 好 謝謝翁副主席 請翁副主席移步到旁聽席就座 現在是頒發委任證書給委員 我會順著座委天排讀出委員的名字 請各位準備 當各位領取證書和拍照完成之後 請員盧返回座委就座 頒發儀式完成之後 會再邀請各位去到主席台前拍攝大合照 首先有請黃明輝先生 謝謝黃先生 接著有請朱麗玲議員MH 拜託 謝謝魚女士 有請 謝謝李先生 接著有請李慧輝先生 謝謝李先生 接著有請林家彥女士 謝謝林女士 接著有請林冠東先生 謝謝林先生 謝謝林先生 有請林梓俊先生 謝謝林先生 接著有請林翠玲議員MHJP 謝謝林議員 有請陳江先生 有請陳國文先生 有請陳國文先生 有請陳先生 接著下來是陳梓江先生 有請陳先生 接著是莫靜船女士MH 請陳國文先生 謝謝莫女士 接著來是曾祥街先生 謝謝莫女士 有請陳先生 有請潘志成議員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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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請潘志成議員MH 也是 somos潘志成議員MH 有請潘志成議員MH 接着来是钟田梅女士 谢谢钟女士 接着是谢伟雄博士 谢谢谢伟雄博士 最后是苏白燦议员MH 谢谢苏议员 现在是拍摄大合照的时间 首先有请黄晋辉主席 丹建宁副主席和姜荣辉指挥官先回座 好 现在有请政府部门代表和各位 可以分为两边到主席台后面位置暂立 准备拍照有请各位 大家麻烦大家可以分两边站到主席台后面 我们接下来会拍摄大合照的 我们可能要稍微移过去 你们的左手边 左手边稍微移一步 一步 对了 大家准备好之后拍摄合照了 我们不如拍多一张给个like的合照好吗 好 给个like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可以回回座位 接下来是有请黄重辉主席继续主持会议的其他议呈 好 谢谢邓专员帮我们组一班法 现在进入议程二 议程二就是省南葵青区防火委员会职权范围及会议常规 请各位省南有关文件 如委员发言会务上任何事项中有利益冲突事 请尽快向主席或委员会披露 詳情请参阅 一号文件附件所在公务委员会及管理局成员的利益申报事宜 一层申报利益制度的指引 请委员对有关文件有没有意见 黄重辉主席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葵青区防火委员会文件1A邪动2024号 第十一条D方面的一个投票 看到里面如果是投票 委员可以提出要求 有过半数去通过一个决定 知道未来可能会有一些重要的决定 想看会不会加一个时间性 或者一个形式是给这个投票去进行 时间是怎样呢 可能是一个会不会收到议程之后 这一个各位委员可以出一个书面通知 或者十四个工作天前的一个书面通知去提出这个建议 如果是投票的期间或者会议的期间 会不会是有一个口头上的建议 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投票 另外这个第二个形式上 看回到《诗段落》的第十条 里面都说到会不会如果是一些委员 可能是未能够出席会议 因为工作原因 可以委任到一些代理人 或者是他们有一个书面的委托书 去委托他们帮忙做一个投票 这样 以上是一个建议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 在利益申报方面 会不会加一个附件 就是说回有非直接利益 或者是有机会有利益 或者未来有利益冲突的一些可能性 会是可以有一个犯本的通知书 去有一个保密的情况下 去提交给一个秘书署 去容易一些方便处理 是 多谢您 主席 林律师 我们比较你的意见 那我们研究一下 在秘书署再研究一下 再回覆您 好吗 好 谢谢 主席 好 主席 多谢您的提议 不过我提一提 首先 现在这个常规 就是房屋常规 大家可以有两个预设 第一就是 基本上18区都是在用同一份东西 就是这个 不过呢 刚才你说的几件事 基本上常规有清楚写 现在是怎么做的 秘书署都会完全是 直接跟常规内的内容去做 不过你刚才提到 我说那个利益申报 我都觉得值得看一看 利益申报的用意 大家希望大家都会明白 我想其实在政府各级 包括我们的会议 甚至去到行会 其实利益申报 是两种处理方法 两种处理方法就是 第一 如果有人作任何利益申报 除了秘书署那边 我们本身一个好 我们叫好general 一般来说 就已经报了 是什么呢 其实呢 就着任何的时候 如果任何人 看到自己那个 任何东西 有机会同个 议题有好 有需要作出申报的话 是随时可以作出申报的 可能会 突然聊到这里 我发觉我有一些角色 或者有一些利益 可能都要作出申报 是这样做的 那常规其实是 他怎么去说呢 他对于大家交申报的方式 当然如果他本身有一个 我们叫template的话 大家可以照交 但是我想利益申报的内容 因为我想很难去 去exhaust到 去说究竟 怎样为之一个 详细的利益申报 还有利益申报的责任 亦都很坦白那句 是在各委员的身上祸 通常去到之后 主席根据常规 有两种可以处理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听完之后 发觉交给会议去决定 究竟这一个 是不是需要一个备值 我们叫exclusionary 的一个方式去处理 备值当中 亦都有几种不同的程度 当然就是 完全不好意思 利益申报 大家可能认为 那个冲突的程度 是直接需要备值 有可能的 有些情况 可能说 可以加入讨论 不过不要投票 有些就直接 可以再值 但是不可以投票 又不可以讨论 可以有很多 不同的方法处理 但是我们要 一个exclusionary 以及可能说 我们的decoratory 就是总之 报了大家明白 那个利益冲突 所在在哪里就可以了 但是 容可我直接 坦白地说 我想无论在政府里面 各级的利益申报 都是在说 那条票 是在委员那里 本身自己要明白 所以我们不会去 根据常规 特别是 我们是不会去 所以说大家要报些什么 不报些什么 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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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通过建议 会议日期 如果没有意见 大家就一起通过 议程四 通过成立 葵青区防火委员会 2024至26年 核下工作小组 及 选举工作小组 主席 副主席 通过成立 请委员参阅 防火会文件 第三号 2024日 32024 民政事务总署 于本年度 撥款 35万 于葵青区防火委员会 筹办 防火宣传活动 我建议 本年度 设立 活动工作小组 以推行本年度 的防火宣传工作计划 请问各位 委员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 请委员会通过上述 建议 诚哥 动议 诚哥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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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款 增至35万 本会工作将更加繁重 我建议 设立 工作小组 主席 一名 及副主席 两名 负责筹办 本年度 防火活动 请问有没有 反对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就通过了 现在选举工作小组主席一名及副主席两名 选举需要经提名和议及得到被提名人接纳 方位有效 委员会的所有委员均有资格提名投票 及竞逐有关职位 首先进行推选工作小组主席 请委员提名 提名陈志刚 去年工作小组都和他拍了 是否有一定的小组的经验 大家都希望继续可以在工作小组发挥 请一位委员和议 林子俊和议 请问接不接受 陈志刚 多谢各位的提名和议 我是因应接受的 请问有没有其他提名呢 如果没有其他提名的话 由于只有一位提名人 候选人 委员会通过由陈志刚委员出任 2024年至06年度的工作小组主席 现在进行推选两名工作小组副主席 请委员提名 陈志刚 我提議陈志刚 担任副主席 陈志刚 是 多谢 接着又有两位 由于副主席有两位 请问有另一个提名 我提名林佳燕 我和他一样 我想提名余少平和莫正船 提名林佳燕 余少平和莫正船委员提名林佳燕 林佳燕 女士你同意吗 要和议 要和议 请哪位委员和议 苏帕燦议员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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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问一下林佳燕 你接不接受 林佳燕 委员你接不接受 多谢大家 我接受 吴教主席 请问委员其他 还有没有其他委员提名 如果没有其他的 由于候选人两位 委员会通过 这两位 林佳燕和陈刚 做副主席 请认为议 议员有意参加工作小组 请填写值上的参加二项书 并于会后交回秘书处 稍后秘书处会通知各位委员 有关工作小组的开会日期 现在进入议程五 通过葵清区防货委员会2024至25年度活动大纲及 财政预算 本年度建议活动和财政预算已列在于第四号文件 请委员省南文件 本年度防火会获民政事务总署撥款35万 然建议举办七项活动推广防火安全讯息 以活动细节安排 则留待工作小组商讨 请问各位有没有其他意见 如果没有其他意见的话 请一位委员提议 一位委员和议 陈江委员提议 曾长佳和议 委员会正式通过本年度的活动大纲及财政预算 并授权工作小组主席、副主席及秘书处制定各项活动内容詳情 及因应报价实际情况而修订有关的财政预算 现在进入议程6消防署报告 请各位委员参与文件52024号 请清衣消防局局长 借作为先生报告葵青区首季的防火工作 好,谢谢主席 大家好,我是清衣消防局局长,借作为 以下来就会为大家公布葵青区第一季 即是1月至3月期间 消防署的火警数字 第一季期间总共录得466宗火警报告 教续联同期增加了85宗 当中453宗是楼宇火警 而346宗是火警中5名 教续联同期增加了74宗 一级火警的数字是30宗 教续联同期减少了5次 而引擎、摩打、机器过热等原因有10次 和煮食炉火个案有18次 消防署人员在今年1月至3月期间 一共进行了370次楼宇巡查 教续联同期增加了100次 主要是针对防烟门、大厦的走火通道、 地下及天台的出口处作出了相应的消防安全巡查 在上迟巡查中 消防署一共发出了15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 葵青区的消防局在报告期间 和区内不同的机构合作举办了17次火警演习 参与人数是750人 也举办了13次防火讲座 参与人数是810人 消防局一共接待了社区团体参观消防局23次 合共有585人参观消防局 我再次值此这个机会呼吁各位委员 鼓励本区居民每年为所居住的大厦 举办火警演习和防火讲座 以提高市民对火警发生的时候 应该采取行动的认识和知识 而消防署亦非常乐意派员为居民提供意见 举办有关的演习和讲座 我的报告是这样的,谢谢主席 好,谢谢局长 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提问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 有,刘美露議員 谢谢主席 其实刚才都听到阿sir都说了 最近的楼宇火警是有上升的趋势 其实我们做区都发现都处理过 几场不同的楼宇火警 包括在葵兴村、大河厚村和葵兴西村 其实刚才也听到另外阿sir都有说 都想和关外队有些合作 其实我们都很欢迎和很乐意 因为其实都见到关外队 在地区的义工的帮忙就非常之大 例如一月底的时候 葵兴西村都有一宗楼宇火警 都即场是一班的 就是住在当区的关外队的义工 即时下来帮忙协助警方和消防员 如何疏散居民等等 但当时未有机制 会否消防局会和关外队之后有些合作 再做一些宣传 其实我见到葵兴的冠飞围 之前也有火警 也有和关外队有些合作 所以希望会否去我们大祸口 又或者我们葵兴西 做相关的工作 和关外队有些紧密的合作 再推动一些防火知识 尤其是我们多长者的屋邨 刚才也听到阿sir都很关爱他们的长者 就说上门会有一些家居的探访 去宣传一些防火知识等等 希望这方面可以落实一点 我们就紧密联系 谢谢主席 多谢刘议员这个提问 其实就这个议题 我早前扎成了我旗下的局长 希望每个局长和有关当区关外队的队长 先建立一个联络的关系 有什么事的时间可以立即有个联络 另外我刚才说了 希望在关外队方面有些工作想做 我其实除了灾后之后的事 甚至乎我在想 可能防范于未然是最好的 我希望未来看看可不可以 和关外队有些宣传教育 让他们做一些家训的时间 如何去减低老人家的防疫危险 我希望反而把重点放在前面 巴特在后面 谢谢议员 多谢创刚 要多些 有没有什么资源 多些弄一些 我们这些关外队 现在很需要 等一下我就想和川平 我也会找大家帮忙 有没有其他委员想提问 有疑问的 因此 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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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sincer你好像还是 郭林你 somons 他就是我 郭林 郭林 是 郭林先生 郭林 你是郭林 郭林先生 郭林先生 相关的消防局去跟进 我们也会联络机构或者大厦管理公司等等 去进一步进行安排 还有没有其他委员想提问? 阿诚哥 谢谢主席 我见消防局过往都做了很多不同的活动 刚刚也听到阿sir说关于关学队那方面 我也希望在未来我见其他区都开始做 但在救护那边可能在AED的使用方面 如何跟关学队有一个培训或合作 令到关学队的朋友都可以负责这个系统 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帮忙 谢谢主席 好,多谢诚哥这个建议 正正我所说的就是 我在想和关学队搞一些训练 这个训练包括涂身 AED的使用 我们部门也很推广这个AED 大家如果知道 我们部门有一个APPs 叫Care 在上面 在上面都可以看到 哪些地方是有这个AED的 令到救一些心脏有事的人 增加传门率 是可以的 直至在这里 我也知道 这里在座有些校长 那些 教育署的同事 在这里 希望加强我们的Care上面 那些资料 让多些人知道哪些附近有这些AED 多谢潘议员 以下来是支援火的报告事项 首先是消防安全大使的招募 截至2024年的3月 全港已经招募了184,928名的大使 包括大使的导师7,339名 至于葵清区的消防安全大使人数 有14,738名 包括大使的导师446名 留意消防安全特使计划 截至2024年3月 留意消防安全特使的数目 有11,109名 当中居住在三毛大厦的居民 有272名 至于葵清区 留意消防安全特使的数目 有546名 消防安全大使名誉会长会计划 计划至2005年推行至今 我们现时 全港18区名誉会长会 会长的总人数有408名 最后有关消防安全教育巴士 和应急准备教育巴士的工作报告 至2023年1月至今 应急准备教育巴士的探访次数 有17次 参观人次有2645人 我的报告是这么多 谢谢 多谢区长 请问有没有委员想提问 不好意思主席 我想补充多些资料给郑林女士 随便卖一下广告 我们消防署其实有一个APPs 就是香港消防署 里面有很多东西 包括申请参观消防局 以及申请防火工作 演习等等 里面都有的 很方便的 我的铃铛也送给秘书Seven 可能稍后就分享给伙会的群組 谢谢 好 那我们可以下载一下 因为我们都是委员 大家首先要捧场下载了 有没有其他委员想提问 如果没有的话就进入议程七了 议程七就是其他事项 请问各委员有没有其他事项提出 请DO说两句 谢谢主席 好 谢谢主席 因为都见有几多位新委员 再加上刚才有委员也有一些意见 我都叫做经验分享几句 这届应该是我落了区之后 叫做第三届的地区防火会 我其实看三届的地区防火会工作 我经常说很靠大家帮忙 我说得具体一点 大家帮忙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常常做社区 基本上都是那几个很需要的人 就是出人出钱出心出力 出巧 有时就是这样 刚才有委员提过一下 就是说在那个关内队那里 那个和政府部门的合作那里 那和消防我们有很好的经验 之前在消防有个训练 是叫打电亲耳的 就是有时就是趁有火警啊 那些时候呢 都尽快希望可以趁着 就是大家的地区 对那个视众好记忆 游身的时候呢 就直接下去做一些活动 那你很坦白说 这种推广的成效呢 很取决于本身就是关内队 他可能本身的地区网络 他能够做 那当然摆街站都可以的 那但是如果有没有做得 再深入一点啊 或者再也都好看 就是关内队本身 就是那个地区网络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成效 那这类的讯息推广 以往我们的区其实做过的了 那所以有些先前的经验 那大家很关心那个资源的问题 那我通常怎么看资源的问题呢 就是关内队本身 政府说得很清楚的 就是那个投入的资源 就是每一队的经费是多少呢 其实就在了的 那但是大家都会留意到就是 就是就是其实每区啊 就是都在关内队那里 都有一些我们叫关内队基金 虽然不是政府去设立的 那但是呢 就是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 就是不同的的的的的的 我会这么说的 都应该会有一些的机会 或者方法呢 去筹集一些地区的资源和力量 那那些呢 其实很坦白说 都会次次实实光到关内队 就是的工作的 不单止只是和 就是说不同政府的部门那里 那我自己看消防呢 的工作呢 确实是很吃力的 为什么呢 我那个例子讲 大家都知道 我们那时候的 我们叫元旦第一爆啊 1月1号 就是大家记得 就是有少少 就是 虽然呢 根据电力公司的说法 就是没有停电事件的 因为只不过是 那个电压骤降下一下 那大家知道呢 大家电压骤降之后呢 发生的那件事是什么事呢 就是 你会发觉呢 特别在旧楼的地区呢 会有很多大厦呢 是因为电压骤降那一下 是的 那基本上呢 他就会停电压骤降的 那呢 其实开电压骤降的责任呢 都在每个大厦里面 他本身那个 可能如果有法团就是法团 整天他找回相关的承办商 去开电压 但是实际呢 其实呢 你会发觉呢 加重了消防的工作量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如果他涉及一些紧急的情况呢 又用我们消防同事去出动 去帮手 那阿尊原来你说到这么远 到底是什么呢 是否到时帮忙去呢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其实这一类的情况呢 有些什么是可以透过社区的资源 去帮忙去处理的呢 为什么会有新的屋苑呢 很少这一类的情况 因为其实呢 靠加装一些额外的装置 技术上来说 它类似一些电力的capacitor 其实可以 就算电网的电压骤降都好 其实它可以装一件 在我眼中硬件不算很贵的资源呢 它可以令一些电压 就算骤降的时候 它都还有个大水堂 保持着电压 那就不会发生停电那件事 那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好像可以帮到一些社区的事 但是很坦白说 因为它涉及的范围 其实是一些私人地方的范围 都是私人物业来说 那怎么办 变成本身政府来说 就很难去一个很大规模的资助去搞定 但是这些如果在我们自己的地区里面的话 我觉得如果有心有力有钱的话 其实是可以处理到 可以减轻 坦白说减轻我们政府部门同事很多的负担 还有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切实为民生可以做到好的工作 但是这些就是有时我在个会议上 我只能够拿出来当大家一个讨论 学术讨论 还有我想说就是我以我认识的三会 其实会议这个部分呢 包括之后有什么工作少了呢 其实只不过工作 讲得白一点就是很少的一部分 其实我更加需要大家 其实就是在会议以外 都很多时候会多些的联络 多些的协作 多些大家群策群力 讲些事情是怎么做 所以我在这里也都再次充心多谢大家 去加入葵青这个防火营会 那我看葵青 我一直以来的说法都是这么说的 葵青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第一是团结 第二是有韵情味 那所以我在这里多谢大家 也都再次欢迎大家 Thank you 阿专员真的好有心 我接触 专员呢 就是对这些事 在地区的呢 就是做得很细心 有时候我们都很感动 你看专员对每一件事 他都是消防的 扭扣到 今天来出席 所以对我们有这个团队呢 现在我们的秘书团队 包括李小姐 那天我和阿郑小姐吃饭的时候 有个烟出了 就是有个商场 那里有些防火 有些问题 是的有问题 立刻自己第一时间先走过去 了解了先 所以我觉得呢 在有民政署呢 这帮这么好的主任呢 支持我们呢 我们一定要全力做好 还有我们要加强再多一点联系 现在呢 阿昌哥呢 今天带了几个团队来 其实昌哥那些人就是 消防呢 对我们呢 是最切心的 为什麽香港人这麽长名呢 我又分享一下 为什麽我对消防有感情 当时我妈呢 那个爆血管 我们都去不了 就是打电话 她都没有打给我 立刻打电话去报警 消防处三到五分钟 就冲了上她的家里 拉了去医院 很快的 她在接到她的时候 她立刻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是带用血针 通知了玛丽医院 一打 哎呀没事啊 我真的很感动 很感谢她 因为当时是六十多岁 现在八十多岁 好好地走得 所以我对消防呢 是有特别的感情的 所以我经常与你们部门联系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一定不违余力 再做多一点 今年希望可以 在专员的带领下 我们现在有这麽多知名人士 有这麽多议员 我相信后面 在权哥的支持下 我们再做多一点 好 我就做完 议程八了 讲完议程八 不好意思 下一个会议日期 就是下一次的会议 将在2024年8月8日 星期四 下五三点钟举行 是的 那现在 如果没有其他 就现在就结束会议了 多谢各位 是 是 不好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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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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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